我觉得你回去一个地方 你找的就是那个感觉 家人也不可能不担心 可是他们从来不跟你讲 现在想起来 是我让我适应的 生命是如此的作而不实 八度空间 二十位艺人与你一起 回家再出发 欢迎回来爸爸六十四 那在我身旁就有 回家再出发的众主持人们 欢迎欢迎 其实我真的觉得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 因为很少机会 我们这四位可以通框 一起聊一件事情 就是回家再出发这档节目 成就了这件事情 欢迎欢迎大家 你刚才的老少组合 好 欢迎嘉隆老师 二位叔叔 还有Vicoria 这一次分别就是 我们有好几个组合 因为嘉隆老师是配合少龙 然后我是和叔叔 然后Vicoria是和Orig 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 到底回家再出发 我们到底回了哪些家 然后又分享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可不可以请三位 就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这档是一档 怎么样的一档节目呢 我觉得这一档节目 其实很有意义 就是我们几个活得比较久的 比较老的 这一些不管是艺人或者主播 会带领比较年轻的这几位 一起回到我们家乡 看着我们成长的故事 述说了我们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现在的自己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传承 同时我们也跟很多年轻的这些 新生代的朋友聊天的时候 也了解到他们是怎样的 然后我觉得促进很多的了解 是 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代沟 我们家有代沟 还好 哪有 我是跟夏雷一起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这个节目像刚才这样说的 龙兄说 就是其实它有一个意义 就好像传承的意义在里面 而且更大一点就是 其实我们也让在地人 有那种社区的情怀 因为我们去拍摄的时候 他们就看 他们就讲说 你们来这边 以前是怎样的 以前是怎样 因为毕竟你看现在是 就是经过了那一段 就是这20年来 我相信那个社区 也有了很多的变化 我想说也勾起了他们一点点的情怀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 给了我们很多资料 所以我们想说这个节目也 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这20年来 不只是我们就是这些老一辈的 也让年轻一辈以及 电视机前面的一些朋友 不管是老的或者是年轻的 或者是小朋友 都一起去了解那个地方 不管我们回的家乡 有的好像家乡是回兴山 我就去芙蓉 我知道就是去巴杜巴哈 还有去好像会去太平 槟城之类的 我们也希望说在地的一些朋友 也会知道我们的心路历程之外 也能够看到当地的一些变化 在地的一些社区的变化 那Victoria呢 这一次你跟Orange一起回家 你的感觉怎么样 因为这两位是前辈组的代表 那你作为新称带的代表 来 你讲的非常重要 可以讲 其实我在拍摄前一天晚上 我是很担心的 因为我就是来跟前辈有 其实还是会有那个距离 就是会有那种绝语的怕怕 对 会怕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那些 但是Orange就很 就让我很放松 很安心 然后回到他家 他的姐姐跟妈妈都 哇 特别煮了一 就是整桌的 Orange很喜欢吃的菜给我们吃 然后当然 我也是有教Orange跳舞 然后他的姐姐跟他妈妈 在旁边一直笑他 那一幕真的很温馨 到时候还是很记得 所以是温馨的笑 就是 对 还有搞笑的笑 我觉得反而会应该会比较搞笑 是不是 你们可以去看节目 真的 一定要期待一下 因为像我自己 我们也已经完成录制了 所以我自己有很多的一些 在当中很深刻的印象 可不可以也请三位分享一下 你们在录制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自己难忘的回忆 我觉得难忘的回忆像我的是少龙 对 你知道少龙就是我对他最大的印象 是他头发永远都不会保持一样的颜色 永远很颜色 所以我在跟他拍摄的当天 我很期待看到他的时候 他颜色会给我什么精神 后来听过制作团队的安排 就是说 我以为他配合我 他不能太高调 就不能太炫 所以他入这个比较优雅的颜色 然后我就带他到我的家乡去 后来我发现其实少龙的成长的阶段 跟我的有点相似 他也是在一个小镇 长大的 然后我们都一起走路 我们都是走路上学的 所以我告诉他 我以前从小就是我住在新村 柏油路没有的时候 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要走出外头 五分钟去搭校车 然后去到宽若中学读书 他也是走路的 他说他没有骑摩托车 没有骑脚踏车 所以我们就很多 就谈起来就很兴奋 我觉得这个难忘的东西就是 原来虽然我们年纪很大 他可以做我的孩子了 他年龄 可是呢 不是爷爷 爷爷也可以了 如果当年 有点早 爷爷的话有点早 当年有点放荡的话 我觉得虽然年龄是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话题我们就聊得非常契合 因为年代不同 但是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一些共同小时候的回忆 会让我们觉得 我们是一个有话题的 共同话题的一个朋友 是一个朋友多过于一个 好像前辈和年轻一辈的这样的感觉 这我觉得是节目组 特别用心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参与过 我们都会在访谈过程当中 发现到这一点 就原来可能Orig跟我是有这个共同点的 原来叔叔跟我也是有这个共同点的 我就觉得这个 在我们自己参与的过程当中 是自己也会感受到的那种感动 因为他们真的是多走一里路 去预备这个节目的这些细节 那叔叔呢 你来你跟我搭档一起回忆的家伤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是想说拍这个节目 其实真的是勾起了很多的回忆 尤其那时我拿出那个行李箱 是我爸爸那个年代的 196多还是5多年 我拿出来他们说乘风 我说来我让我打开 这乘风的记忆的行李箱 真的是我爸爸那个年代 然后开始来就拿出一些东西 我给他看我爸爸第一个奖杯 我爸爸从来没有拿奖杯 他们乱乱丢我收的 我是特别会收东西的 可是常常有人说要断舍离 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断舍离的 那个情感真的就丢不掉 所以我就拿的那个虽然是坏了 他的眼睛比较好 虽然还看得出来 刻在上面以前的奖杯是刻的 就写名字 我爸爸名字 什么杯1956还是什么年我都忘记了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许说 拿过很多奖杯 可是我没有留得那么多 我爸爸的第一个奖杯 我觉得真的是留着 也许他现在不在 可是我看了奖杯 我觉得说这是爸爸给我们的一个 因为我爸爸以前一直告诉我说 我学的成绩不是很好 他是读中的 赔风 他说成绩不是很好 可是有一个奖杯竟然留起来 就是运动的 完全是前球的 对 前球上一个铁饼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那个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节目 我也不会特地去找出来 因为我其实收着 我就把它收在那个行李箱里面 可是讲了之后我就想说拿出来看一看 我才想到真的这种 真的以前爸爸对你 他自己对他自己的情怀 还有就是我出国 第一次出国那时候去台湾 就是有一个游学性质的 他竟然把所有要申请Visa 那时候台湾是要申请那种 所有的签证之类的东西全部留着 我早的时候才看到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他们的那种爱 可能当时没有讲出来 可是你现在爸爸不在了 你重新看的时候你就觉得 原来有的东西没有来得及说出口 可是我想说它就是一直会在我心里面 是 所以我觉得这档节目 真的就是跨时代的 让我们自己在经历当下 经历你们的过去 我觉得也经历到我们即将一起 重逢那个点 然后再出发的那种那种感觉 那是不是很期待呢 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跟你分享更多 大家都看到回家再出发的预告片了吧 我觉得当中有很多的感动的部分 然后可以看到艺人们真实的那种喜怒哀乐 那我就很好奇 Victoria你在跟Orange拍摄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预告片你们其实有哭 当中其实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你们那么感动 OK 就是Orange他也是有玩二虎 在他以前的时候 然后他爸爸又是不在了 然后刚好是他二虎的启蒙老师 然后他也是拿了他尘封已久的 那一个二虎开起来 真的是有灰尘在上面的 然后就演奏了一点 然后就 他就有想起他的爸爸 然后他其实那个时候都一直在基隆坡工作 然后没有得回去 他其实是一个很年价很爱家的人 然后他没有办法回去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就 他也是希望爸爸可以看到他现在的成绩 对 那你在听他的故事的时候 你也没有就是透过他的这些回忆 也回想到你自己的经历 会 就我们我觉得我们蛮多共同点的 就是他他出道十多年 然后我出道两年 然后就是会想要跟他学习怎么去主持这些 因为我可能我表达上面就不太顺畅 所以就想要跟他学习在主持上面的一些技巧 然后他刚好也是选秀出生的 然后我也是选秀出生 所以这一些上面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跟他学习很多 那我就其实也很好奇 因为以这档节目我们有很特别的阵容 就是新秀们配上前辈们 然后回到前辈的家乡 我们去探索各自的回忆 然后去经历各自的那种欢笑还有波折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合作 两位前辈们你们怎么看 你们对于小辈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我当时候在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要凸显的是不是有代沟 然后有到些乐趣 没有 因为他觉得没有 不是 对 就是他们也好奇地问我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少龙 我带着他去抓爆虎 带着他说他不知道爆虎是什么 然后我就到他 他就很开心地玩起来了 然后我们真的去抓了很多爆虎 然后去对打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温馨的 他也很不会觉得你这是老人家玩的东西 我不要玩 他也乐在其中 你知道现在小朋友对于可能我们说大自然的游戏 因为我们小时候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什么电动什么的 没有 所以就是什么制造自己的乐趣 那我就把他告诉了他 他就从里面找到了很多 原来除了我们这种电子设备有的快乐之外 而在我们最原始的也有一种快乐 就是可以这么找 我想在这个节目当中 很多小朋友年轻的朋友看的时候 应该会发现到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是 因为老师你带的是带少龙的去 是你带少龙去的地方是你家乡的那些回忆 可能你儿时的时候也见了你一些的玩伴 那叔叔这一次预告一下 因为我知道 那也可以跟观众们预告一下 你这一次带我去的是你 属于你回忆当中的哪一个部分 其实有蛮多好像现在你知道就说穿校服 现在是不一定强制要穿的 我们那年代是一定要穿学校服 你现在也是要穿校服吗 不是每一天 是吗 有些时候就穿运动服 有些时候穿不同的鞋大配 我们以前是一定要穿 所以我还记得以前买校服的时候 我不是带你去李三街 那条街是因为它就是校服街 真的是每次开学前 你会看到很多车 而且不管是马来人 华人 很多人都会在那边买校服 现在我们去那个店 那个东竹那个校服店 他说没有了 没有这条歌宰唱了 现在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可是还是会有人来 可是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 可是我想说 他带我就是回到想说 以前我也是这样子穿着这些校服 就是那个 我因为我不是独中生 所以我穿的是那个 那个有一点绿色的 深绿色长裤 然后那个白色的校衣 我想说那个你走过 而且他就在我的母校 我的中学的隔壁 所以你们一天都是要走那条路 现在有一个国序 以前还有很多小贩在那边摆当 他们就告诉你 这边怎样 以前怎样怎样 我懂 我以前走这边 每天走来 走来 走回来 所以我想说 这个就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其实我也是带回 带给Share看一下说 以前那个时候 你知道制作组很用心的 我跟他讲说这条街 他们就是看到 那个九个那东西 他硬要我们走 你看我们走几百次那条街 一直这样子走那个红绿档 就为了捕捉那个最好的画面 因为那边有很多张照片 以前的照片就是历史记载 都是拍那边 就是那个景 所以他要重新把它 就是克制出来 给我们看到现在那个景象是这样 所以我们走过 红绿档 新旧更替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把历史 我们好像走回历史的隧道 可是我们从历史的隧道走回出来 就是那个感觉 我真的觉得我也很期待 要希望看到这个成品 我相信一个很用心的制作 也能够满满成立的制作 也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温度 是 那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Victoria 你会选择带orange去你家上的哪个部分 你家上是哪一样 太平 太平 立体跟立体是怎样 你会带大家去哪里 给大家去哪 太平湖 太平湖 为什么 有什么样的回忆吗 太平湖 小时候会很常去那边玩滑板 因为那边有一个滑板 历史很久了 你懂得 滑滴 对 是石头座 我只懂有一个动物园 也是有动物园 可以哦 大树 对 还有雨树 雨树 可能可以要求个防外偏 小的带大的去 真的带我去你那边 我带你去辛巴仁甘 我们去植王梨 好啊 辛巴仁甘 不然要多美丽之后 有错 好啦 其实这档节目 真的是一档非常有意义的节目 再次的把麦克风交给你们 会想要送给观众们 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我觉得从我们的 这一个回家的路途当中 也让大家去反思 就说你自己的成长之路 如果有机会回家去看看吧 然后在回家的过程当中 找到自己的初衷 然后再出发 你知道人生 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一些 给你的很多的一些思考 很多的维他命 很多的养分 接下来怎么走得更加的稳健 我是 是 然后我想说 就像嘉隆说的 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管你是不忘初心那个 还是你看了这个节目 希望你能够重拾你的初心 然后再出发 这是我们在节目 想要带给大家的 比克人呢 要常回家 因为我可能最近很少回家 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要活到好学到老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年龄都好 都要和前辈不断的学习 对 对呀 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 透过这档节目 可以见证到每位艺人 最真实的那一面 然后也可以看到 各自的成长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档节目 回家再出发 将会在7月21号 27 27、27号起 每分星期六的晚上9点播出 所以可以锁定8度空间 或者是下载ToneTone App 是不看也可以 所以到时跟我们一起启程 一起回家再出发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欧望 谢谢老师 谢谢Vicoria 谢谢大家